如果你还认为只有坐在劳斯莱斯后座的乘客才是贵宾的话 那你显然对现在新兴富豪的生活方式缺乏理解 其实随着劳斯莱斯古斯特的推出 越来越多的年轻富豪坐在了劳斯莱斯的主驾驶位置 我身边的这一台是劳斯莱斯最新一代的古斯特 距离第一代球形的问世已经经过了12年的时间 那12年之后 新一代的劳斯莱斯古斯特又给带来了怎么样的变化呢 我们今天就带大家来看一看这台全新的劳斯莱斯古斯特 无论是标准轴距版的全新的古斯特 还是家常轴距版的全新的古斯特 它在轴距上相比上一代车型其实没有变化 但是作为古斯特这样一部奢华的四门超豪华轿车来说 它的空间我们不用去质疑 而这一代古斯特虽然轴距没有变化 但是它的车身长度增加了91毫米 但是正如刚才所说啊 越来越多的富豪其实越来越喜欢坐在驾驶座上 亲自去驾驶这台车 所以这一代古斯特它其实在你看不到的机械部分 有相当多的变化 首先是它不再基于7系的这个架构 而是跟家族的大哥幻影库里南一样 采用了劳斯莱斯的空间铝合金架构 驱动部分上呢 这一代车也全系标配了四轮驱动 而不只是上一代的后轮驱动 同时呢 因为车身长度有91毫米的增加 为了不让富豪在这个拥挤的市区显得尴尬 它也加入了后轮随动的转向系统 包括它的整个减震器 它也加入了一个平面空间悬挂的这么一个结构 通俗来理解呢 就是给减震器再加上了一个减震器 所以这一台车它舒适性要更加的上到一个台阶 另外呢 这一台车即便是它采用了一个铝合金的空间机构 但是它的重量还是比上一代车有几十公斤的增长 这是因为它在车里面又堆了相当多的这个合液降噪的材质 让车内的净密性又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 在设计上 其实这一代的古斯特 相比上一代车型没有特别大翻天覆地的变化 因为每一代劳斯莱斯 它都是那个时代最完美的一个设计作品 所以新一代的古斯特 它只是用更加简洁更加干练的细节 来把上一代车型打磨得更加符合 现在这个年轻化的这个时代 电动的车门关闭的车型打磨得更加符合 现在这个车型打磨得更加符合 现在这个车型打磨得更加符合 电动的车门关闭 在上一代的古斯特其实已经出现了 但这一代古斯特它新增了电动的车门开启 你需要轻拉一下车门把手 车门自动弹开 你再持续拉这个把手 车门会停止在你松开把手的任何位置的过程 但你也不用担心 因为里面有电机的线位 所以你不用担心这个车门在上坡下坡 或者是刮风的时候 出现这个车门开启位置的变化 这点倒是很贴心 全新一代古斯特在内饰部分的设计 其实跟新一代的库里兰有很多的相似之处 包括全新的液晶仪表 包括全新的分层的中控 当然劳斯莱斯有很多的选装配置 所以这一台车并不代表整个古斯特的内饰风格 富豪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 去定制所有车内的东西 这一代古斯特也提供了比以往更加丰富的选装配置 这一代的古斯特整个的门板用了一张皮革 这对皮革的品质要求更大的挑战 这么大一张皮革要没有任何瑕疵 它才能出现在劳斯莱斯的车内 驾驶全新的古斯特第一感觉真的是非常的轻松 我并不会觉得这台车这么庞大的身躯和体重 给我的驾驶带来什么压力 因为整台车它呈现出来的都是一种非常放松 非常静谧的这么一个氛围 方向盘非常轻 然后来自路面的回馈 几乎已经被过滤的干干净净 尤其是这个方向盘几乎感觉不到太多来自路面行息的干扰 而所有的这些外部的这些车辆 在我看来我都像是在旁观它们一样 因为这台车给你呈现出来的这种高级感 完全是一种与世隔绝的高级感 你就不会觉得车外的这些环境 这些噪音对你有任何的干扰 有一点像一个上帝视角在旁观人间的烟火 人间的这些都是云民众生的这种感觉 那作为一部现代化的超豪华轿车 这台车其实你在看得到的地方 它没有特别去突出它的科技感 没有用特别多的大屏 没有用特别多的这种虚拟按键 但是它真正的科技其实在是在你看不到的地方 默默的毫无存在感的保护着你 为你的舒适为你的驾乘提供更好的这么一个体验 包括这台车其实它是用了一个 官方说是叫一个骑手系统 就是灰骑的那个骑手 它是通过前面的多目摄像头 去实时扫描前方路况 然后提前把减震器的阻尼做好调整 来保证你像一个陆地飞行 你要摩毯了这么一个行驶的状况 与此同时它的整个GPS导航系统 也会根据你现在车子所处的这个位置 前方是不是有弯道 是不是有坡道 来提前把变速箱的档位来做好准备 也就是说在你进入弯道之前 减速之前可能这个档位提前就已经预备降好了 所以开这台车你是完全感受不到任何的来自于档位 来自于路面的这种突兀的冲击了 刚才也提到过全新的古斯特它是把整个的发动机 换成了6.75升的威士尔双无人增压发动机 这台发动机它给你的感觉就是磅礴之力取之不竭 跟所有的劳斯莱斯一样 这台车也没有专属表 它是用了一个剩余动力的指示器来告诉你 我这台车还有多少力没有出来 在大部分驾驶的时候 这个指针几乎都是处在80%甚至90%以下的这个位置 这台6.75升的威士尔双无人增压发动机 它的这个动力输出 它并不是这种非常喧宾夺主非常强调自己存在感的这么一个感觉 包括这台8AT 它给你的感觉是取之不竭用之不绝的那种磅礴之力 就像海浪的那个力量一样 它不是特别的爆发 但是你感觉到它真的是储备储非常之深厚 还有一点就是说你在一部劳斯莱斯里面 你几乎是不会发现任何其他品牌的logo 比如说这个音响 这个影响没有任何的logo 没有任何的品牌 甚至包括你更高级的选配上 它也只会有一个bespoke 一个定制的一个标签在上面 这也是来自于劳斯莱斯的一个自信 他不需要用其他任何的品牌来去凸显我的这个品质 我的这个完美程度 劳斯莱斯本身就是最完美的一个标签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呢 还请记得一键三连关注哦 这个真的就有一点那种云斗的感觉啊 在路上它是在云这个路 摸摊 你说它飘其实也不准确 因为它这个重量给还是给你摆了 你还是给它就得到 也不是这种漂浮力的 超级的 每个人都要不要 那那么点 马尔一 看到 中国 三连关注 mak 感谢观看